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路易斯一家来到了屋后的森林深处的墓地 专门埋葬死于非命的宠物 影片转场 路易斯在工作时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人 奄奄一息时告诉路易斯会回来找他 夜晚死去的病人带着路易斯来到墓地 并告诉他前方千万不要进去 早上醒来的路易斯发现自己满脚泥土 之后猫咪被过网的汽车撞死 路易斯和老头将其埋葬在宠物墓地 回到家却发现猫咪死而复活 且性情暴躁 疑惑的路易斯找他老头询问原因 老头只好说出了宠物墓地的秘密 宠物墓地隐匿着印第安酋长的诅咒 具有死而复活的力量 同时路易斯身边诡异的事情开始发生 儿子被卡尺撞死 妻子也伤心地带着女儿回娘家 悲痛的路易斯决定将儿子安葬在宠物墓地 夜晚复活的儿子拿着父亲的手术刀 杀死了邻居和母亲 无奈的路易斯只好杀死儿子 绝望的他抱着妻子来到了宠物墓地 随后一人回到了家中 等待着妻子的归来 满山泥土的妻子向路易斯走来 两人深情拥吻 而妻子也将刀子伸向了路易斯 或许这是路易斯的选择 执迷不悟的男人沉迷在过去 不懂得向前看 即使逃出坟墓 也只是仔细欺人 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是黑妹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欢迎下期的到来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下期的